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介绍牛顿力学 为什么称为牛顿力学呢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科学家 有研究力的作用 跟力作用在物体上 跟物体运动的影响 但是一直到牛顿的时候 把这些综合在一起 就得到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呢 今天我们称它叫做 牛顿的三大力学 有什么我们会称它叫牛顿力学 我们首先要 牛顿力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要看过命 就谁看过命 你们谁看过命 你长得什么样子 我说 抵抗戒 抗戒 抗戒 讲得到什么抽象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利益的存在 你怎么知道有利益的存在呢 那就是从 力作用在物体以后 产生的结果 我们知道有利益的存在 比如说我 第一个球 球都飞出去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球会秘的 对不对 那么讲到秘 它要注意三样东西 秘 一个 它是向量 它可以照一般的向量来处理 它有大小 有方向 不过 它比向量多一点东西 它比向量 要多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们的利益呢 它有着力点 着力点 着力点 那我现在说 我要用一个 多大的力 那么 在打拳棋的时候 力度只有磅 来讲 还有一个200磅的力 作用在这里 好 这个大小 代表它的 箭头的长短 代表力的大小 箭头代表力的方向 我如果没有把这个力 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 就表示说 我的力作用在这里 跟我用同样的力 作用在这里 结果一样不一样 如果同样的力 让它作用在这里 这两个力的作用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你作用在这里 这个物体是 连移动 在这样的转动 对吗 如果作用在这里的话呢 它是连移动 在这样的转动 所以同样大小的力 作用在一个物体上 产生的结果 不只跟它的大小方向有关 还跟它作用在什么位置有关 因此呢 我们就 从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 这个力 对 对 前后 延长 无限的延长 这条线 我们称它叫作作用线 作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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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在我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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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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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点都称为这个力的 着力点 要着力点 这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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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牛顿力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力 它有这三个要素 那现在 我们就谈到 牛顿第一定律 讲的是什么 你们 国中医学过 他说什么 一个物体 如果 不受外力 原来禁止的 就永远禁止 原来运动的 就 做等速运动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用一个 数学式来表示 如果 这种物体 是没有力 没有力也算是受力 如果它受很多的力 如果有F1 F2 F3 F4 很多力 就能在上面 那么 这个力的合力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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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形成这样 但我们可以形成 一个力 叫做 net force 禁 禁 net force 就是 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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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物体呢 不动的 原来不动的 他所说的合力等于零 那么他就保持不动 如果在运动的 他就做 等速 直线运动 等速 直线运动 就是说 他速度的大小跟方向都不改变 这是一个 正和 所有科学家所做出来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 知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的 不知道 告诉你 你们所学的 所有的 定理 我们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 只知道 他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 他 好 另外要注意 这个力 什么是什么力呢 外力 就是这个物体 以外的力 给他的力 物体 里头 这个系统里头 比如说 包括很多 很多东西 比如说 我们这个人 我有左手右手 右手 推左手 左手 推右手 这个就算 内力 这个不算 外力 外力就是 这个物体 以外的 他的力 我们心态所说 外力 那我们为了要强烈 现在 我们在这里 就是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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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他的合力 等于0的话 那这个物体 静止的 就 我们写 物体的 运动状态 不改变 静止就静止 原来在运动 就做等速 直线运动 那么这个叫做 牛群第一定律 那 牛群第一定律 那 它不是所有的 道方都适合 它只适合在一种 坐标 叫做 惯性坐标 就是你做 参考的那个 manity 它本身 没有加速度 没有加速度 好像我们 在火车里面 看空气 看力的作用 如果这个火车是 等速 直线运动 大小方向都不改变 速度的大小方向都不改变 那么牛群第一定律 那 就满足 如果这个系统 有加速度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有一天 在这个 飞机上面 比如说你要到哪一个地方去 参加这个 游冰活动 你就在里面呢 穿这个 滚轮的游冰鞋 四川 你站在这个地方上 你看这个飞机都没有动 对不对 飞机比如说 还没起飞 没有动 你在那里 好好的 就静止在那里 结果突然呢 你往飞机的尾巴 冲过去了 也没有人推你 你怎么就往飞机的尾巴那根 冲过去呢 因为这个飞机起飞了 人呢 向前突然加速 那你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 我前后左右都不受力 为什么我不向后冲过去呢 是不是牛顿定律不对啊 不是啊 因为你所看的 后来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什么系统呢 加速系统 所以不对 但是啊 我们要确定一个系统 它是做等速直线运动啊 很难耶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系统是 等速直线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教室 就是 教室里做实验 很好啊 油分地域都贵啊 但是这个教室 是不是真的 幻性坐标啊 是不是啊 不是啊 因为教室随着地球在转 所以做的是什么运动啊 等速运动 就是运动运动 就是运动运动 做运动运动的物体 会有向心力啊 会有向心力 有向心力 有向心力就会有向心加速度 对不对 所以它严格说起来不是 但是因为啊 我们没有感觉到 啊 没有感觉到 那这里做呢 还是 可以 就是说 牛登的定律 在这里都能够适合 因此我们仍然称这个叫做 惯性坐标 所以惯性坐标 最后的定义就是说 凡是牛登地域 在你这个坐标里面 是正确的 你这个坐标系就是惯性坐标 如果不正确 像我刚刚讲 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啊 你把飞机杠过惯性坐标就不对了 就它是加速 所以 牛登地域 不适用的地方 这个坐标系就不是惯性坐标 那么要记得所有的牛登地域啊 都是要在惯性坐标里面 才能够成立 再来我们就看 物体所谓的质量 物体都有质量 它有质量 它有质量 比如说这个黑板叉有质量 这根粉笔也有质量 那两个质量一样不一样啊 你怎么 那质量代表什么东西啊 质量代表什么东西啊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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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个物体 本身的一种特质 本身的特质 它的特质 啊 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说 如果 如果 我这里加一个 质量 假定它的 Meg force 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Meg force 不是雷 它运动 它运动状况 会改变 人呢 就是速度 会改变 不管你是大小 改变 还是方向 改变 还是两个大小 方向都改变 那么 速度的改变 叫什么 我们三次讲过 速度的时间 变化率 称为什么 加速度 它就会有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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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度的方向 这个加速度的方向 我们现在讲到 牛顿第二地位 就知道 它的方向跟合力的方向 或者是近乎力的方向 或者是近乎力的方向 一致 是 有的物体 你加这么大的力 它的加速度 是 某一个大小 你同样的 你加在另外的物体上面 它的加速度 会比刚刚 那个加速度 更大 或者是更小 有没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这个物体 不一样 对不对 它有一点不一样 它是什么东西不一样呢 我们发现 一个内容的大小 跟 N的大小 跟直 有一个 就是代表 常数的意思 不管你是怎么物体 你加的你 跟它产生的家族 你加速度越大 这个力度越大 加速度越小 这个力度越大 加速度越小 再想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 这个 这个 是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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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兄弟们 好 我们就把它 这个常数 啊 要 帮助出这个 物体的特性 你换一个物体 这个常数 就不一样了 所以 你同样 大小的F 加在不一样的物体上面 它就加速度 几个不一样 因此 F比较A 就不一样 好 所以 它是一种 物体的 一种 本质 所以 所以 这个 仅仅 啊 常数呢 是 物体的质量 就是物体质量的一种 物体的本质 之一 那 好 接著我们就介绍 牛敦 第三定律 牛敦第三 运动定律 他說些什麼,你們以前也學過 他怎麼說,你跟第三建議怎麼說 以前好像是這樣的 有作用力,必有百作用力 大小相反,方向相反,對不對 小時候記得 很清楚,今天都沒講得出來 反而是現在的事情都忘了 年子大就是這樣的 眼前的是,看了一句話 小時候的是,記得親親夫妻 這句話呢 其實有語弊 有語弊 我們講得仔細一點 就是說如果 我有兩個 有語弊 有韭子 四個 三個 三個 六個 五個 五個 六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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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就是逼物 你看 然後 你看不到我們的時候 非物體 會給非物體 B物體的創集 一個力 這個力 我們現在 A 屬於B的力 散過來 B物體會有一個力 A 這個物體會用在 在這個 A上面 你聽這個是作用力 他給他的作用力 這個就是他給他的 反作用力 這兩個力量 大小 小鄉的 方向相反 他小鄉的 方向相反 除了這個之外 還要加一句話 就是 最用在 彼此 就是 他的彼此 所做 A 最用在 B 那 B呢 就最用在A上面 那 彼此最用誰算啊 不是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兩個力 都叫做 都叫做 最用的反射 不是這樣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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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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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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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球我們就一一來 二 現在 這個物體跟地球之間 它會有一個什麼力 這個叫做什麼力 萬有有力 它會有一個力 它會有一個力 地球可以 不足的力 這個我們知道叫做 就是定球的力量 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物體的重力 對不對 就是物體的重力 位置 那我們就選 物體的重力一般就是這個力 這個力的反復用力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是誰給它呢 嗯 我問你問題 沒辦法 所以它錯了這些關係 誰給它呢 桌子 就是地球 就是地球抓住 怎麼會講地球呢 把桌子給它在桌子 地球給它在桌子 就是桌子 然後 它會說 用彼此做要量 它就是誰給它幹 地球給桌子 反過來應該是 桌子給地球 桌子給地球 不是桌子 不是桌子 物體給地球啊 對不對 重力是 地球給物體 那 反過來 反規用力就是 物體給地球 然後 桌子是這個 感覺就是地球 桌子也有一個力向上點啊 那這個力的反復用力是哪一個 因為這兩個力啊 你不管 把這個當作作用力也好 當作盤作用力也好 這個是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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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作用力 哈 桌子給物體有一個力 那麼 反過來 物體 也要給桌子一個力 對不對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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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桌子是什麼 一樣 這個物體本來是重力 要掉下去 對不對 為什麼不掉下去呢 桌子 桌子頂著它 所以 桌子會感覺到 這個物體啊 會有一個力 這個力就是什麼 桌子 它的重力 壓桌 啊 物體它的重力 壓桌 那擺過來這個桌子呢 那擺過來這個桌子呢 就定這個物體 物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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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力要怎麼樣 大小相反 方向相反 對不對 是這樣子 要認清楚 好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 後面 是 以上 目的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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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一个物体在水里面 我们当作这个水里面是平滑的 我们在这一根绳子 这个柔软的绳子 如果我现在是手在这一根绳子 手拉绳子 手拉绳子 那么快过来就一直要拉绳子 手拉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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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不看不看 再看这边 绳子纳物体 绳子是不是纳物体啊 绳子会纳物体 绳子纳物体 好 这边快过来了 腰拉手 这一对手,它是错了一对手 反作用力反作用力 现在我问各位 这一对力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这一对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假定 这根绳子没有质量 我们假定 假设它很轻很轻 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们说 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就是它的外力 这个力是它的外力 这个力是它的外力 这个力呢 它给别人的不算 别人给它的才算外力 因此它的合力 External force 是等于F 加上F BS 这是合力 好 那么我们说 因为它的质量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有 我们写这个叫做Fnet 我们说 净力 它的外力 跟加速度的比 是这个物体的一个特质 对不对 一个特质吧 M 等于零 等于零 这个如果等于零的话呢 那么一定是什么等于零呢 可能有加速度 不管你加速度是多少 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 一定是 Net force 等于零嘛 一定是这个 我们这里是用存量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 合力 Net force等于零 Net force等于零 零那就表示说 它现在是F HS 加上F BS 等于零 那么就是这两个例啊 也是大小相等 方向 相反 这个例跟这个例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对不对 这一对是不是 作用力反作用力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是 因为它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嘛 作用在同一个物体 不算 好 这个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呢 好 你看 这个例的大小 跟这个一样 方向相反 这个例的大小 也跟它一样 方向相反 可见的这两个例是怎么样 大小相等 方向 相同 好 好 那么 我们就知道 HS 要等于F SB 这个例跟这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同 好 这有什么 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呢 各位要记住就是啊 当我们一根绳子 很轻很轻很轻 质量可以不记的时候 你作用在这个地方的力 可以传到这边来 这个力可以传到这边来 知道吗 好 以后 以后一个绳子 如果质量不算的话 那么它这一端受力 会传到另外一端 好 那么 我们举个例来说 如果一个物体在这里 好 你用一个 我们说这根绳子 本身来说 它是受两个外力 把它拉开 把它拉开 把它张开 我们称这个力叫做 张力 Tension 叫做Tension 这个张力 张力我们就用这个来表示 这边有一个张力 送一个张力 结果呢 这个张力啊 因为这个绳子没有质量 它就传到这边来 传到这边来 本来应该是 这边有一个张力 这边有一个张力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 讲它受力的话 这边给绳子一个这种力 这个绳子会把力传到这边来 以后要用到 以后会用到 那么这个是讲到张力 这个张力 这个绳子 我们再画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例 如果这根绳子不动的话 我们先把它当作不动 这两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么T呢 好 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到这个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它的一些应用 如果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等于零 这个物体就不动 原来不动就不动 原来运动的 就做等速直线运动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平衡状态 那就是说 一个物体 它的运动状态 如果不改变 我们就称这个物体 是在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 一个物体的运动 现在关系到物体的运动状态 物体的运动 可以分成两种形态 一个就是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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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ranslational motion 它就是 这个物体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它移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两个是一样 我画的可能不好 它一定是这一点 到这一点 这一点 到这一点 这一点 到这一点 这个都是平行线 都是平行线 OK 就是说 它移过来的时候 这边相对应的点 跟这边相对应的点 的连线 都是平行线 这个叫做移动 translational motion 如果说 它是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绕到这一点 等一等 它就变成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转 这个就叫什么 转动 它叫做rotational motion 一个是移动 一个是转动 那么通常一个物体 在移动的时候 在运动的时候 它同时会有转动 同时会有移动 OK 那么 这是物体的运动状态 有这两种情形 如果说 移动 的状态 不改变 移动我们就可以 拿一个 如果说这个物体 它是移动平衡 的话 移动平衡 的话 那它就是 它的合力 它的合力要 合力 要等于零 除了合力等于零之外 我们先画一个这样 我们先这样讲 二粒 使物体平衡 是条件 我们看 如果是两个粒的话 假定物体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看 一个粒是这样子 F 好 另外一个粒 那么我们说 F1 要等于负的F2 这两个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粒 最终在这个物体上 物体里面 有一点 它可能 等一等 我们称它 以后我们会讲 这个叫做 它的质心 质量的中心 它 如果这个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这一点不动 原来不动 这一点就不动 但是这个物体 会做什么运动的改变呢 转动 原来不转动 现在会怎么样 会转动 会转动 那么它移动 就是它执行 保持原来的状态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移动平衡 移动平衡 好 那么 但是它会转动 对不对 转动就不平衡了 所以这个物体 只能算移动平衡 不能算完全平衡 好 如果这两个粒是这样子 如果这两个粒 是这样子 不一定要作用在这里 我们挂上面 好 如果 F1 等于F2 -F2 这个物体会有移动平衡 转动呢 也平衡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什么 完全平衡 完全平衡 所以我们说这个物体 只有移动平衡 这个时候这个物体呢 移动 也平衡 转动也平衡 这个叫做 称为 完全平衡 叫做完全平衡 所以 一个物体 所谓平衡的条件 就是它 完全平衡 我们称一个物体 是平衡状态 我们就称它 这个其实就表示 它是完全平衡状态 两个粒 使物体平衡的状态 是什么 两个粒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还有一个什么条件呢 有相同的作用线 且有相同的作用线 OK 这要记住哦 以后做题目 会用到 会用到 那么 所以这里呢 因为啊 F1等于 负F2 因此我们又可以写成 Sigma F 要等于零 当然这个是指 External Force 外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外力的合力 要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 看三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我先 我先画这样子 这三个例 F1 F2 F3 如果这三个例 要让这个物体平衡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三个例可以化成两个例 我们先把这两个例 F2 F2 F3 求它的合力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例 移到这里来 这个例 移到这里来 因为例它是 跟左右 跟作用线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不可以随便移动 这个例作用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把它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这个物体的影响 跟原来一样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它可以怎么移呢 可以在这个作用线上面移嘛 对不对 作用线上面移 所以 保持原来的大小方向 保持原来的作用线 你如果移到这里来 就是 大小方向保持了 但是作用线呢 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把它移到这里来 好 这个F2 这个F3 求这个合力 这个就是什么 F2加F3 用平行四边形法 那现在就变几个例啊 变两个例 我们现在这个用黄颜色的 F2加F3 跟F1这两个例 两个例如果让物体平衡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两个例有什么条件啊 大小要相反的方向呢 要相反 好 如果物体是平衡的话 我们知道F1要等于负的F2加F3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SigmaF要等于F1加F2加F3要等于0 好 所以三个例是物体平衡 它仍然是要三例的合力等于0 但是还有啊 不止这些啊 不止这些 这个例跟这个例平衡 有相同的什么 作用线 对不对 是不是有相同的作用线呢 好 有相同的作用线 我们拿这一点来看 就是 这两个例有共同的着力点 就在这一点 但是 这个例是这两个例的合力 合力 两个例的合力 这三个例 我们再次讲过 向量的话 它可以形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对不对 如果一个三角形 如果三个边 三角形的三个边 你把这个三角形放在桌子上 是不是整个都躺在这根面上面呢 那就说 它们共面 你有没有一个三角板 摆上去一端翘起来 有没有 那个三角板就坏掉了 对不对 我们要平的 所以 除了 合力等于零之外 它还有几个条件 三力 共面 共平面 三力 共点 三力 现在我们把这个写到这里 net 合力等于零 三个例的合力等于零 还有呢 三力 共点 三力共面 好 这个将来 我们做题目都会用到 要记住 那么我们是讲两个例 三个例 如果例很多很多很多的话 我们发现有一个规则 如果物体受许多的利作用 而物体是在平衡状态 已经知道它在平衡状态了 就是完全平衡 完全平衡的意思 那么我们 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结果 它的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必为零 合力必为零 你这后面加一下 这合力必为零 但是反过来啊 反过来 当然是这个 若有这个条件 那么就有这个结果 如果说 这种在一个物体上的 合力等于零 这个物体是不是 一定在平衡状态啊 有没有必要一定在平衡状态啊 你只能说它什么平衡 移动平衡 转动 就是说 你现在只有这个 对不对 你不能保证有 这些利都是共面共点啊 因为多个利 总可以化成三个利 合来合去 总可以化成三个利 对不对 如果你只知道它外力的合力等于零 而你不知道 它是不是共面共点 那你只知道这个物体是移动平衡 你不能确定它是不是转动平衡 因此反过来不争 反 你写一下 反字不争 因此这个 这个 整个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 平衡的 第一条件 这叫平衡的第一条件 你只能够确定它是移动平衡 平衡第一条件 以上称为平衡第一条件 这个 我们称为 平衡第一条件 平衡第一条件 first condition of equilibrium 好 那么 那这个 也就是我们的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实 你如果说这个物体 不是 不是一个大物体 而是一个指点的话 对指点而言 对指点来说 什么叫做点呢 点就是说 你知道它在哪里 它有位置 可是它没有体积 它小得不得了 你说它有多小 它比你说的还小 就是那个 那个叫点 所以一个点 你能不能看到它转动啊 能不能看见它转动啊 所有作用在这个指点上的力 就是供点嘛 对不对 就是供点嘛 最后 最后这些力 可以化成三个力 所以一定供面 对不对 因此 如果对指点来说 SigmaF等于0 它就平衡了 所以 指点而言 SigmaF 当然是指External 为指点的平衡条件 为指点的平衡条件 好 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 所以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是对指点来说的 不是对一个物体 不是对物体说的 它只讲合力等于0嘛 对不对 它没有讲作用线 也就是 它就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好 这个是平衡 它 指点的平衡 就是 SigmaF External 等于0 这也就是牛顿的 第一运动定律 我们再介绍 摩擦力 我们就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来讲这个 举例说明 或者我先 用这个来 做一个例题 去看 有 用来 做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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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